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进程的辩论当中 他是个关键人物 对吧 所以他主张市场经济的 到这就得讲市场经济 这也是个交易 对吧 我要给你宣传书 张维莹预言经济学 您还不是原著者 不是 这是有个三个年轻学者写的 他是把我过去30多年 讲的一些小故事比喻 然后收集起来 根据当时的情景分析什么问题 做的一个研究 您算是农民出身的学者吗 当然了 我原来是弟弟都农民 你看农民出身的人 他有一个特点 他爱讲故事 你包括毛主席 毛泽东也是这样的 他非常善于把一些 好像很深奥的东西 他讲成一个人人都懂的 他特别善于运用 你看农民都特别善于运用 这种很简朴的一个小预言 小故事来给你讲道理 不过经济学家本来也就 要很等于擅长讲故事 就好的经济学家 你会发现 他们通常都很会说故事 因为他要用一个预言故事 把一些 其实很数字的 很抽象的 一般人难以接近的道理 把它说清楚 我觉得张老师是很擅长做这个 所以他过去才这么多年 会有这么多故事累积下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关经济 其实所有哲学家 尤其传教士的话 他更应该会讲 没错 理论是灰色的 因为人类认识世界 总是通过已知认识未知 那故事呢 其实是你活生生的 然后这里边的含义 但是一般人并不能够 真的地理解它 那你有一个新的理论的话 你必须借助于老子 大家能够说些的 很领快的东西传播 对 故事才能骗到人 搞穿销的都没有 你说这个是搞宣传搞革命 搞革命 但是这个张教授 你来了 先应该回答一下 我们这个人民大众 现在普遍关心的问题 人民币贬值了 人民币贬值 好像到了这个 咱们原来规定的上限 接近2% 我不懂经济 我觉得2%很少 但是他们一说2% 不得了 美国都抗议了 你这样想 2%对我们普通人来讲 确实感受不到 但好比你够贸易的人 够出口的人 那很厉害 这2%就是生死性了 因为它的毛利 就可能1% 如果这个企业是进口的话 它的成本就 上这1% 它就没有利用了 如果它是出口的话 人民贬值2% 它就有利用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关键 这个我有个观点 请教您 我看了 也是咱们的一个 节目的嘉宾 一个经济学者 马光远 他最近写篇文章 他说人民币贬值 他说你们要注意到 是亚洲货币集体贬值 然后他提出一个全球经济 二次危机的危险 这我才知道 他就说是 七八年前的金融危机 当时美国这边 就是量化宽松 所以导致说 大量廉价的美元 就流向亚洲国家 新兴国家 但是推高了咱们的泡沫 他觉得现在贬值 可能预示着一个什么 就是对金融危机 现在到了一个话句号 或者买单的时候 那么他危言耸听 就是说谁来买单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美国现在经济复苏 美国量化宽松 好像停止了 然后就说美元 现在慢慢回流 回流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但是新兴国家的经济 陷入泥沼 比如说咱们国家 出口机器停转 产能过剩等等 这些问题 他这个话您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就是 现在的整个人民币贬值 可能跟七八年前的 整个经济危机 是有关系的 如果我自己理解的话 我总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 自己的经济出问题 更多的从自己找毛病 不要从人家找毛病 对吧 那我们过去精彩 有着所谓老想 从别人的角度 错误来解救我们的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您还不是说 我们现在就说 在2009年 经营危机的时候 那么中国 我们还是主要靠了 就是货币财政刺激政策 地方政府的投资 那么这些东西呢 其实反倒 都是我们中国耽误了经济转型 产业升级的这个过程 哦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 你到全世界一看 可币的产品里边 我们中国市场上的价格 都比其他地方要高 没错 因为人民币的币值 或者是货率 它最终的 还是由购买力决定的 你这种 就是我 我同样一栏的产品 我在美国需要多少钱 中国需要多少钱 日本需要多少钱 那么这个 这个决定它的坏率 长期的坏率 短期的可能有投机因素 特别短期资本市场的利率 但它影响 比如中国的利率很高 那么大家愿意来中国 赚取这个高利率 这是短期的 因为资本的流动 可以很快的 长期来讲 它就是一个购买力 我们中国 大概的成本上升的很快 但我们的产品的质量 并没有上升的那么快 就使得我们整个在全球经济当中的竞争力 其实没有提升 反正在下降 我认为这是贬值的最根本原因 而且就算要讲泡沫的话 你说当年美国做量化宽松 可能给很多钱出来 但是问题是 另一方面 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四万亿 就我们也有 你如果要说有泡沫的话 其实我们自己也做了 我们在那个时候 就是人类近代史上 是一个最大的货币事业 就是比起到国家这方面 可能做得更为厉害一些 麻烦就是说 美国可能就是 它一方面量化宽松 来解决这些宏观的 另外它的企业 它是私有的企业 它在史上的进度 它也考虑未来的生存 它就该薄雷的的薄雷 该这个淘汰的 就是淘汰 所以它经过这些八年之后 美国的企业的竞争力 反正提升了 你觉得能不能现在说 美国从这个经济危机中 复苏了已经 我想它还有好多的问题 但是总体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它走出了这个泥潭了 那么我们是失去了时机了吗 我觉得是失去时机 但是我不是说 如果过去我们不采取那种 宽松的货币建设 我们一定就会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但至少我认为 中国企业产业的升级 比现在要好得多 其实就是说 你可以这么想 任何一企业 当它现在的产品 可以很容易出售的话 它没有压力去创新 没有压力去改进它的产品 是吧 那么货币政策 切切就是 每一个企业都觉得 它的产品好销售 那么假如不是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话 有些企业都死掉 正是因为有些企业都死掉 所以才迫使大量的企业必须改进 它又做得更精细 它实际上 就是每一个产品 最后做的都要消费者喜欢 因为我们现在讲是产能过剩 大量的产能过剩 就是这几年 这几年造成的 经营危机之后造成的 产能过剩什么意思 其实换另一种是吧 就是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形象并没有把中国增加的财富 变成新的产品 新的技术 不是说我们人类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 都过剩了 就是其实是货不对路 你看为什么现在大家说 马桶个都抛到日本去买 我们中国时候什么都可以生产 但是什么生产的都是 中国的消费者觉得 不如人家生产 真是 他们就像日本 我去东京 我觉得日本特别好逛 尤其对女孩 就好多那种小店 我甚至都怀疑 你说他也赚不到什么钱 但是真是好 我进一个帽子店 我能买四五个帽子 你知道吗 就是多难看的脑袋 你都能找到 你戴着脸型好看的帽子 非常便宜 就相当于人民币 就是两三百块钱 几百块钱 我这寸意就是在日本买的 对 再下来两三百块钱 在这买的话 我随便挂一三地 又买这衣服 你没有一千块钱买不到 而且日本还有一个特点 它的分队非常细致 比如说我光买这个 我去看眼镜 买这个抹眼镜布 它抹眼镜布 我眼镜那个布 有六种 我问他们 六种是牌子分别 不是 是用途分别 我说啊 还有什么用途的分别 它每样东西都分得很细 但也就每样产品 它的销路可能都不是太大 但是它全做到 它就是所有的这种分工 这种市场上的那个期位 这种垂直的载分纵市场 做得非常非常完成 非常精细 我记得张教授 您当时有句名言 就说是这个 在一个论坛 企业领袖论坛上 他就是讲啊 你看现在说人民币贬值 我就想起您当年讲的那句话 说中国啊 这个国内市场很重要 但是呢 我们要靠柳传志不能靠周小川 那这句话 其实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要靠企业家 而不是靠货币政策 我用柳传 柳传志代表企业家 对 因为周小川是人民银行的行长 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 关心货币政策的话 脑袋老钉 所以周小川今天是什么了 对吧 利利坏不坏下调 然后那个信贷是不是更宽松 自现在那个大量的媒体 甚至企业界人生老钉就是货币政策 真正优秀的 最优秀的企业 其实他根本不关心这个货币政策的 什么时候你知道 死去的这个去世的乔布斯 关心过货币政策 你什么时候叫个马焕腾 关心过货币政策 最优秀的企业家 真正关心的就是说生产 消费最喜欢的东西了 如果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企业家不是在这方面动脑子 成天盼着说 靠周小川的货币政策来解救我们 走出霓裳 那最后一定死路一条 你的意思是人民币贬值 你对能够改变中国出口的情况 你觉得作用 我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你在短期内 我刚才讲在少数企业是有作用的 但是最长期来讲 还是依赖你的这竞争力 我们过去为什么人民币会升值 就是在那现在 确实中国的效率在提升 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在改进 那未来也就是说人民币 如果我们仅仅和货币政策 货率来去刺激出口的话 我觉得就是没希望的 你看日本在相当强的世界内 它的日月在不断的升值 出口在不断的增加 这才就是真正的本质 当然日本后来出问题是问题 但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80年代 货币升值出口在大部分 变得在美国威胁很大 你中国的前途也就在这 不是说你靠货币政策 货币贬值 然后大家如果说 你就货率 无论高估低估 都是不对的 对吧 因为高估低估 都会造成一个财富的 再分配问题 而且不利于这些企业 真正判断 它应该做什么 因为货率跟其他价格一样 它本身是一个货币的价格 货率正确的话 大家知道 就是它幸好才是对的 幸好是对的 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所以说到底 不能靠玩票子 还得活好 对 枪枪三人性广告 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您一说现在金融危机 你知道我想起我最近看了本书 在香港买的 就是张春桥在监狱里写的家信 出了本书 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他张春桥这个人 一方面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 第一次看到他作为一个父亲 他给女儿写信 流露出人的 当然他是人了 流露出一个父亲的这一面 不是只有阶级感情 对 聊家潮 挺有意思 但另一方面你要知道 很多人没有想到他到2005年才死 然后他后来保外就医在江阴监视居住 实际上他一直在流心外界的情况 他看得到报纸 听得到广播 对国内外形势 张春桥在信里一直在发表评论 但是我觉得他好有意思 就是说他的脑子 你就证明完全是 就像你上次那本书说的 就是个理念决定了人看一切 他这种阶级斗争的这种 理论非常有意思 你比如说亚洲金融危机 你知道他在这振奋 他就是说 说你说那些个教掌自由经济的学者 你们现在到哪休养生息了 怎么不来谈一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呢 是吧 资本主义你看 就说这上千亿美元的钱 今天流向什么亚洲 明天流向拉美 他是哪赚钱往哪留 他不是哪需要往哪留 你看他完全是那 他这个理论体系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他这一个问题就是 他说哪赚钱往哪留 不是哪需要往哪留 如果不需要你怎么赚钱 我也在想 需要和赚钱能同意吗 如果这个制度是正常的话 他是同意的 好比说为什么那些最能赚钱的企业 他一定是生产的消费 最喜欢最需要的东西才可以赚钱 不是你想赚钱就赚钱 凡是那些靠真正的创新 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富有的人 他一定是因为给他社会 都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就是说我小时候学的 要不说这个张春桥说的 一个让我想起小时候学的 他说你的资本主义 过那么一些年就闹一次金融危机 闹一次危机 这不是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像一架马车 早晚会崩溃的 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资本主义世界 你就会来一次危机 你这是你避免不了的一个矛盾 这可能不是说资本主义避免 而是人类避免不了的 因为我们人类其实有好多无知的东西 我们在努 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幸福 但是我们好多东西我们并不追 包括我们自己都在犯错误 对吧 你看你自己 我自己 你一定足够有一些是后悔的事 就是单纯不那样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不能不 我们资本主义也好 或者其他经济就出现的问题 简单的规矩为 这个制度就是没有生命力的 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理论跨章 逻辑上去分析它 因为市场经济 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它是不断的一个篡造财富的机制 他们每个人追求自身幸福的这种动力 变成为别人篡造财富的一种行动 所以我在这个书里边 其实他们讲的 我原来讲的英语 就是这个财富在市场经济中 它不是一个缸里的水 你喝了我就不能喝 它是一个泉水不断地挽出贸 只不要 你要不要不这个山的文脉给打断的话 它就不断挽出贸 这是财富 它不是个零口博弈 它是个正口博弈 它是相互创造财富 所以像你刚才讲到 像张春桥他们这些人 他接受这种阶级动作事件 他不所有社会都变成一个灵活博弈的 他认为现在全球呢 是这个无产阶级暂时竟有低潮 但是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说在新的世纪 那无产阶级革命必将战胜资本主义 可是我觉得张春桥 他的那个左派观点 我都觉得这人挺有意思 就是我翻过一下 看了几封信 你觉得他在那么晚年的时候 还在讲这一套 他似乎真的 要不他就真的相信 要不就像刚才我们私下闲聊 张老师讲的 他是他的整个观念系统定在那 决定了他能相信什么 那么但他真的是没变过 他什么东西都还是阶级斗争观点 任何问题都跟阶级都 我看他我就觉得很熟悉 你一边他分析说欧盟 不是成立欧盟了吗 他说这个欧盟这十几个国家里头 大部分是左翼政党 然后他说这说明什么呢 这难道是说 这什么第二国际和那个列宁 当年的任务完成了吗 说难道说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社会主义革命 真的可以通过议会的方式 在欧洲取得胜利吗 他说不是 我要在这个前面加上四个字资产阶级 就是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左翼 你看他还是严重当年那个观点 欧洲的这些左翼政党 全部都是修正主义 是机会主义 是是是 这个这种阶级斗争的观念 其实他就是不承认 人类有共同的东西 所以他不好的东西一定要分身 所以说资产阶级 物产阶级 你要见民主 资产阶级 那么他以为这样就似乎 理论能够自圆其数了 另外 但是您说这个世界全球 是不是有穷人有富人 当然 穷人算个阶级 富人算个阶级 不可以这样 因为你可以在 我们在这么多年 好像是中美关系当中 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 和美国工人阶级利益的矛盾 远大于中国工人阶级 和美国资本家的矛盾 当然了 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工人阶级利益 有矛盾了 当然 为什么那时候你先推动美国政府 去取消对中国最惠国待遇 阻碍中国参加WTO的 都是 都是美国工人阶级 美国工人阶级 美国工会 你工厂转移到这边 它是事业 美国为什么 就是低技能的工人的 20年的工资 实际工资没有变化 很大一个 他认为就是 因为这些产业转移到中国 而转移到中国 恰恰是 中国的原来没工作的人 都农民工找到了工作 生活的到了赶上 所以不存在一个 全世界无产阶级 利益是一致的 然后资本家之一利的 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斗得厉害 对 马化腾之间矛盾也很凄厉 别看东西 将其要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你就讲到这个 这个劳苦大众的这个利益 我不见想起啊 他这个书里边不是有这个预言吗 他有个漫画家 他还都给你画了漫画 咱们可以看一个漫画啊 这个漫画呢 张教授可以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漫画家就是说 如果你故意着狼给你看羊的话 你最后把你的羊损失了 你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是吧 那我用这个比喻了 比喻就是我们现在好多政府花钱 包括我们这个好多像社保啊 现在好多人就在 总共的好多问题 我们甚不保 我不健全 都忘了一地儿 所有的经历区的一个基本道理 就是说 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看我们好多的社保的基金 实际上就是不钱 强制的从老百姓 一直收来 然后又政府管理 但是政府管理 这边效率非常的低 而且不断的有挪用 有腐败等等 最后呢就是 收了你的一块钱 能还给你的可能只要五毛钱 对 前两年这个新闻 咱们谈过 养老金出现巨大的缺口 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 这个是我十几年前捡的预言 这就是说 你以为说 我要挤着羊 对吧 我就雇一个狼 给我看 那肯定最后就是 它吃掉了很多 这是少数贪官算狼 是吧 也不一定是贪官 可能是整个体制问题 你要不说很简单 就是挪用的问题 对好多政府来讲 他这方面没钱 他说 那边有那么多钱 我干嘛 干嘛 闲在那了 他一句话就拿过来了 所以你当年就一直是主张 但是你的主张也很极端 就好像你不太赞同 这个社会政府管养老金 你赞同个人 我认为 其实养老 但是最好是让个人 但是因为每个人 我面临着好多的分血 生老病死 所以要出现一些社会的保险公司 你去买保险 这个效果要比政府养老金 要好得多 那这个张春桥就不统议了 你这个 你也不统议了 不是 你国家不管这些 国家管 国家哪来的钱 财富是人创造的 但财富不是国家创造的 财富是每一个个体创造的 但张老师 假如说 你比如说 当然会有挪用问题 但假如说我们立法 就这个社保 这个是专门立法 规定了他整个用途 又或者说 让他跟政府保持守备距离 比如说有个专门的 公立的一个委员会 或者一个专制机构 来管理这个社保基金 有立法地位 立法保证 他收回来的钱 怎么运用 他如何去投资 然后如何去 比如说行使 发放 那么跟整个政府的 整个预算 这个结构完全剥离开来 假如这么做 这个当然了 就会避免我们现在的 一部分问题 但不能避免 这个根本的问题 因为根本的问题 仍然是一个政府机构 在管这些钱 然后这种低效的状态 它就一定会出现 这在欧洲 所有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最后养老金都不够 那个人就是属于买保险吗 当然你可以买保险 你可以从钱 银行从钱不就养老吗 不是照你的意思 连奥巴马都不同意 那当然 不是奥巴马 都是这样推荐 正确的思想 不一定要其他人都同意 才就是正确 会不会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想想看 假如说有一些低收入阶层 他收入低到一个程度 是他根本私人买保险 他买不上 因为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用美国当例子 美国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为什么需要 奥巴马市的社保 是因为有许多保险公司 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大保险公司 你假如说你非常穷 你收入非常低 但是你也要给我买保险 那第一种情况就是 可能我不太愿意接你这个生意 因为对我来讲 我是生意嘛 对不对 我没钱赚 我赚不到钱 第二 要不就是我想赚钱 但是我想赚钱 就表示我跟你这么少的交易量 我都要赚的话 到最后可能你拿了回去的 那个比率不是十分高 效益不是十分好 而且张教授 我最近在想一个英文的这个词 当然我也不会英文 就是我家外国人老说那个loser 我最近老觉得我是个loser 当然是loser 你要这么说 我跟你说 你说话 观众难怪要 看从什么角度看 你从某种意义上 他蒋介石也是个loser 但是从另一个意义 他可能公务员都觉得 自己是弱势群体了 对的不是 你从另一个角度 有些伟人可能他也是不如的色 反正我就说 为什么 没有我觉得我是个loser 就是好像很多时候 我们是也挺糊涂的 投资经常是失败的 找工作经常是找不着 工作也没有什么成绩 那么现在对于这一类人来说 他是打理不好他自己 我就觉得我打理不好 我的生活 你打理不好 但你交个一个 给你把盖子打不着的人 就能给你打理好 是吧 你的意思 人都应该为你自己负责 当然应该 但是有一部分我要强调 就是说我们社会要最 给社会 最政府或者提供的最低的保证 是哪一类人 就是说先天他没有 没有能力的人 对吧 像我这样 所以就像我们 过去一句农村的一句话 就叫救急不救穷 救急不救穷 那你就有一个 适当的政府财政里边 有一个特殊的保证 对吧 那么这些人会 比如说残疾人 突然地震发生 等等 那你需要给他救急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都有的 但是大量的我们的 我能预期的 我要退休 我预期的退休以后 我还活若干年 对吧 那我当然 我又给自己做这个准备 你现在现在也是做 现在就不要在哪了 那一张就是我从前 对吧 或者我让孩子善学 孩子就有更高的 赚钱的能力 他以后就可以养活我 对 对吧 或者我买一些地产 以后也是我生活的方式 现在不是了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像我们一个人 你拿到一百块钱的工资 其实另外一个公司 还有给你